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來第二節國立大台的時間 竟然沒有人課金給我 不是有課金 我們做節目這麼個人 都沒有課金 奇怪 買一時間都可以 多多支持 試一下課金 系統是否有問題 試一下幫我們 不是有課金才對 是的 這一節講什麼呢 這一節講課金 講課金 講課錢 講課錢的問題 錢的問題發生什麼事呢 話說有個花生 都是課金的花生 錢的花生 發生在這個 時代革命 和願榮光歸香港的糾紛之上 時代革命就是一套紀錄片 時代革命的紀錄片 就是周冠威導演 拍了一套紀錄片 然後香港上不了 在世界各地 之前在台灣上了 之前在台灣上映了 台灣上映完之後 接下來打算在英國上映 全球播放 之前大家又吹雞 又籌舞 又斑馬 聽說在台灣 好像說 挺好反應 有些影響 有些影響 然後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 有一個叫做DGX的團隊 DGX團隊是什麼呢 DGX團隊就是 《願榮光歸香港》 這首歌的創作團隊 也是說 版權持有人 然後版權持有人 他們也就是 他們的版權應該是 就是Goo Music幫他們撫的 這樣就去幫他們 就去 登記賣那些 Cash那些 即是反撕 是啊 收取各樣東西 這個事件 又不知道 跟Goo Music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 有沒有 暫時就沒見到 總之 DGX的團隊 就是版權持有人 就是作曲 作詞 創作 然後 然後他就說 這個這樣的 願榮 不是這個這樣的 《時代革命》這套紀錄片 最後呢 就用了一個 就播了一個MV 是 那個MV 就是有 《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歌的 是 那好了 跟著呢 就 他呢 這個DGX Music 就在Instagram那裡 接連出了一堆Story 這樣就在那裡說 這樣 他就說 一來就在那裡發爛邪 就說 咦 咦 咦 為什麼你一來就這張呢 一來就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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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信罪的 對 他又說 發爛邪 錢呢 我們就不收了 也不打算追究上映這麼久票房有多厲害 你們認為應該賠的版權費麻煩捐去給手足機構 就不用讓我們講得好像不自在 這樣 這樣 然後就逐樣逐樣說 咦 發爛邪之後 那些人問什麼事啊 這樣 之前我們語氣 之前我們語氣重了一點 不好意思 作爲榮光的創作者 首先要澄清一下 首歌的旋律和主要歌詞是本人所作的 連登上面另一位參與填詞的手足也是我們的團隊之內 所以音樂著作權連同歌詞的知識產權 都是我們團隊全權擁有的 他就說 至於在Youtube上面的黑方格所拍攝的管弦樂cover版本 也是得到我們的同意 我方是擁有音樂的著作權 黑方格擁有他們的MV的錄音版權 這樣 他就說 一直以來不同的團體用榮光作為非謀利用 我們都是昏文不取的 榮光唯一有的產品就是我們自家製的音樂產品 自肥一下就容易補貼創作音樂的開支 這次因為作品的著作權 給一個我們不知情的商業活動導用 括弧時代革命 時代革命波峰原來是商業活動來的 這樣 我不知道 我還以為國際線 之前大家一直黃絲帶 在那裏講到國際線很嚴重 我也為了理念 對 那裏是理念 你說不是 現在在票房很厲害 你就說人家商業活動了 而且作品已經揚威海外 因為生米煮成熟飯 播了大半年 拐了大半個地球 我們才知道 即是沒有人通知他 他說 好了 聯絡了對方 呆等了四個月 對於提供合約 呆等了四個月之後 對方提供合約 他就說要他們 要他們 獨家 永久 全球 所有平台 授權 使用榮光 他說 火都來了 要獨家 要永久 要全球 要所有平台 然後他就說 錢我們就不收了 亦不打算追究上英 這麼久的票房 有多厲害 你們認為 應該賠的版權費 麻煩就捐去 給協助手足的機構 就不用給我們了 然後最後 最後他就要求一件事 他要求就是 麻煩 時代革命這套紀錄片 拿走這首歌 不尊重就不要再用 叫人家剪走他 哦 剪走 我已經播了這麼久了 喂 然後大家就立即 黃絲群起工資 哇 搞錯 時代革命 啊 公時代革命 是啊 你不知道是吊咬時代革命 我不知道 我沒有留意 一開始是吊咬時代革命 不是吊他們 先吊時代革命 你們時代革命 你們時代革命不是這樣搞的 你們不是這樣做的 你們這樣做 那就是不尊重人 是不是 那你就是 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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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真的當黃色水語圈 是 喂 你現在真的捆就捆 不是說理念大了 人家音樂團隊 光合作用 是 是不是 人家不用吃 有沒有搞錯 所以就捆咬他 於是 於是就到這個 這樣的 時代革命 說話了 時代革命 就回應了 這樣 你有沒有 那個 那個 文字 最主要我想讀文字 好了 跟著 剛才那個就是 G G 什麼X DG 剛才那個就是DGX的版本 DGS Music的版本 我們現在就看 時代革命紀錄片的版本 先喝口水 這個就是周冠威導演 澄清 願榮光歸香港歌曲使用權的事件 他就說 大家好 我是時代革命的導演 周冠威 不是我 不是我 他 我和時代革命 一點關係都沒有 轉述 我和時代革命 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的澄清 尤其是李家超先生 我要向你澄清 我和時代革命的一點關係 聽清楚 只是轉述而已 那麼時代革命的導演 周冠威就說 今天讀到坊間資訊 指控紀錄片 時代革命 沒有得到願榮光歸香港 作曲人的授權 以及一些不實的指控 現在就作出澄清 以及公開道歉 在交代有關事情之前 希望藉此轉達製造團隊的財政狀況 即是說時代革命 時代革命的製造狀況 就是截至現在團隊仍然是虧說狀態 啊 沒有獲得任何盈利 即是不要說 劉河幾巴掌 是的 也不要說什麼揚威海 是的 不要說這些 沒有的 以下就是事件的發展概要 先講一個概要 2020年11月 拍攝團隊 他就獲得了願榮光歸香港的MV版權 即是什麼呢 其實那件事就是 他們在網上看到有一個願榮光歸香港的MV 他就去聯絡那個YouTube Channel 那個YouTube Channel 就叫做黑方格 即是剛才說的那個管彥樂那個 是的 於是他就找了他 然後跟他說 我想把你這個MV 就放進我的紀錄片那裏 行不行 黑方格就說行 於是他就取得了這個MV版權 然而去到去年12月就收到DGX團隊信聞 才知道原來那個MV就不包括願榮光歸香港的音樂著作權 因為那件事很簡單就是 DGX就做了一個這樣的歌 是 接著之後黑方格想去拍一個管彥樂版本的時候 就問了DGX拿版權 DGX就授權了給他拍 他拍了 拍完東西 接著之後 這個周冠威就不知道 以為黑方格就是原創者 於是他拿完版權之後 就以為已經得到授權 那誰知道原來DGX才是原創者 接著就這樣 他就發生了這樣的事 是 事完就是這樣的 接著周冠威就說 我隨即道歉 並且跟DGX團隊的Thomas 就定下了三個共識 第一 電影有盈利之後 會支付三萬元的使用費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 會在官網澄清相關版權爭議 並且致歉 第三 線上版本 online版本的時代革命紀錄片 就會加入院榮光歸香港工作人員名單 這樣 這是第一件事 接著 就是說 過去幾個月 雙方屢次都有電郵交流 並非DGX那種說四個月是外等 不是Low Soul 不是沒有覆蓄的 例如 我曾經指出 預計盈利 盈餘會在至少半年之後出現 預計合約能夠在半年後處理 同時在英國公映版本的團隊 已經按協議要求 在線上版本 加入更新的工作人員名單 以及提早加入更新版本的 袁榮光歸香港工作人員名單 就希望表示我對版權方的尊重 第四點 就是今年三月團隊突然收到Thomas的電郵 Thomas的電郵就這樣說 鑑於貴團隊時代革命的票房反應 很理想 我就想向Thomas 就想向貴團隊 爭取一個更加合理的版權使用費 希望貴團隊可以考慮 例如 依照電影的盈利的某個百分比例如3% 嘩 這樣去計算 接著 最後 周冠威就說 我們從沒有違反協議 亦都向Thomas表示 沒有及時公開道歉 是收到訊息之後 立即就草擬了 是可供雙方修改的合約版本 以及 承諾在網上公開自協 是這樣的 接著他長篇大陸都說些細節 但大致都是這樣的 大致都是這樣的 現在雙方正在吵 雙方正在吵 我們覺得 就是 以我的角度來說 我就是覺得 大家都是受捉 是的 一人少據 何虎計算得這麼細 是的 講了十分鐘 好像商業糾紛一樣 是的 他也說 商業活動 商業活動 唉 真的 商業糾紛 是的 情何以堪呢 是的 對不得住 對不得住被人抓了手足呢 對不得住死了的手足呢 是的 對不得住 打國際線的手足呢 對不得住留在香港的手足呢 所有手足你都對不住 對不對 哪有這樣的 大哥 在這樣 在跟跟計較 這個 這個時代革命 假設是時代革命一方 不要說時代革命 紀錄片一方 如果紀錄片一方說的是屬實呢 我相信他純粹就是沒有搞清楚 沒有搞清楚哪一個 是原創 哪一個是原創 那麼 黑方格馬上都走出來聲明 黑方格馬上都走出來聲明 就是說 他是 的確授權了給這個時代革命紀錄片 是沒有收取過任何費用的 嗯 沒有收取過任何費用的 那麼 也都是 也都沒有去 要求另外一些東西的 嗯 然後之後就是 我們總之他們的演奏版權 就是屬於他們 而他們去演奏的時候 也是取得了DGX版權的授權 是 然後之後就割清楚了 是 就不跟他們的事了 好了 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首先我覺得就是 肉溝孫 我覺得就是肉溝孫 你搞得 就是你們大家 都是搞時代革命的人 你們是革命的同志 是啊 我就是讀書少 我看歷史 就是我看到很多革命路線上的糾紛 例如王興啊 例如同盟會 和孫中山啊 是 我就沒有見過 因為這樣幾 一萬幾千 差了3% 我讀歷史還沒有讀過 哈哈 我還沒有讀歷史還沒有讀過 三萬元 又是三萬元 是的 我看共產黨革命起義 就是當中 中間有很多決裂 有很多糾紛 沒有說為幾萬元吵架 沒有說為三萬元吵架 是 三萬元吵架 革命我沒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 古今中外 我沒有看過這樣的革命歷史 但是現在問題 你現在在互聯網的時代 你現在寫入歷史 是啊 所以 所以 會為三萬元吵架計較的人 都是沒有用的 我現在告訴你 哈哈 都是沒有用 是 會為三萬多元吵架計較的人 這些人是沒有用的 對 沒有用的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 同意 是不是 三萬元吵架 川芯講同不同意 好了 原本就說三萬元 原本是 原本是 他也覺得自己是華為三萬元 如果看了這個 周冠威導演的說法 是 Thomas 是 首先 首先就是 我發現 DGX團隊 就是一群都不知道那些人 不知道 即是一群一不學無術的人 是的 對版權和合約的概念 毫無概念 毫無概念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好了 這個 周冠威 就說 周冠威其實是否監製 我也不知道 現在說來說的 周冠威就是導演 我不知道周冠威到底是不是 這個紀錄片的監製 這些應該是監製處理 是的 還有這些是監製權限的 好了 這個 周冠威就說 他其實是跟DGX團隊談了 共識了 就是 當電影有盈利之後 就會支付三萬元的試用費 他講得很確鑿 總之就是三萬元 就是買你這首歌的WISE 是的 然後買來的WISE是甚麼 但是DGX現在事後 就是很不滿意的 很不滿意 他很不滿意的 就是找回那張圖 阿比 他找回那張圖 就是其中有一張 就是他火都來那個 他就說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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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裡 是的 他就說 他就說 這個應該是吻合了 周冠威那個說法 周冠威就說 周冠威說電影有盈利之後 嗯 才給呢 其實是在說那個數期 嗯嗯 在說那個數期 那麼那個數期 也在說 應該就是半年之後有 即是可以是這樣的 因為我這樣聽 我也覺得奇怪 這些東西可以這樣 確保有盈利才給嗎 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不是確保有盈利才給 他說有盈利之後就給 即是那個其實是時間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我有錢就找 我有錢就找 我現在都沒有 即是他不是說有錢先找 即是我現在沒有錢給 有錢就找 即是沒有錢給 我有錢先給 是 我明白 即是其實可能他都當他是手足 我到時有錢我就給 明白 那我現在真的沒有 我有錢的話 那不如這樣吧 那首歌的使用權 在我的電影裡面的使用權 就是三萬元 這樣 三萬元我覺得是一個合理的數 合理? 很合理的數 一首歌的版權 你想要多少錢 是的 我真的沒有聽過 有一首電影的音樂 可以分到 電影的營利三萬元 待會再說 這個 接著之後 我猜這個就是周冠威的offer 這個offer DGX團隊說 聽到的offer 是火都來的 為什麼他說火都來的 因為他說對方要求是 獨家 永久 全球所有平台的授權使用 嗯 他就覺得這樣就很霸道 很專華 接著黃絲仔也看到 哇有沒有搞錯 喂 你這樣拍電影 用了別人的歌 然後還要買斷別人的歌 嗯 這個呢 就是 那個合約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寫出來 嗯 但是這類的電影合約 說的獨家永久全球所有平台授權 是說在這套戲裡面用的 嗯 你明白嗎 嗯 他那個Terms一定是這樣寫的 是 如果他不是永久使用 先說就是永久使用 那你 那你獨家 他獨家就不用解釋了 因為 因為 因為我這套戲只有我自己這套戲 嗯 然後你說永久使用 如果不是永久使用 難道有年期嗎 是啊 難道兩年後看這套戲 沒有那首歌 是啊 但是以前的合約簽得不好 就是會這樣 是 以前的合約簽得不好 就是會這樣 所以如果呢 如果你有賣TV Super的話 又或者你如果你有買過那些DVD 去看TVB那些劇的話 是 TVB有些劇就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TVB有些劇就是 他會有一段 你會覺得癢癢癢癢癢 剪走了 又或者你會覺得他硬配過那些聲音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他的音樂授權不是永久 哦 就是以前很多年前 幾十年前簽的那些授權合約 就會不清不楚 於是那裡就會變成沒有永久 其實呢 很多時候現在簽 其實都是會說 都是會說 都是會說 都是盡量想談 永久所有平台 是 因為你不知道他會去哪裡 是啊 因為你不知道他會去哪裡 因為他電影上映了一次 嗯 DVD有一個 接著之後 Latflix Dislippers 接著之後 其他那些串流 那你如果每一道拿一次授權的話 那會給很多次錢的嘛 是 那你都可以談的 你都可以談的 如果你是好 但問題就是 我以為你們是手足 是 好了 所以其實有些人就批評 有些人就批評 就是一開始的人就是 拿著DGX的故事 就是吵架時代革命 說他大爭 嗯 說他 嗯 說他 你到底大貪 食尚難看 想著去 想著 吞掉別人的歌 不是這樣的意思 沒有可能是這樣的意思 嗯 這個實在是對於 因為 因為對於 對於 對於那個版權的使用 實在太過沒有概念 嗯 實在沒有概念 這樣 這個不是所謂的買斷的使用權 而是 我自己的電影 往後都繼續保有這個使用權 是的 不是買斷了你任何東西 是 你沒有損失任何東西 其實他的獨家也是 講得明白 他起碼不會下一部電影 用回你的首歌 是的 現在在講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 獨家 是希望這個音樂 就跟這部電影 他不會掉下來的 是 就是這樣解釋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所以這個就是 幫時代革命這部電影 就是去 李家超先生 我想說 我不是幫時代革命平反 我是幫這部紀錄片 你解釋了 記錄片 今集節目絕對不會 絕對無意觸犯國安法的 沒有的 沒有的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好 第二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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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是談到這樣的 是的 但是DGX就說 火也來了 火也來了 我不知道是基於誤解還是什麼 還是基於另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基於 這個紀錄片的導演 周冠威 他就在他的聲明裡面 第四點 就說到就是說 去到今年三月 就是剛剛 今年三月就是早幾天 是的 就是早幾天或者早一兩個星期 在早一兩個星期的時候 DGX的Thomas 無端端就發電郵給他 就說 鑑於貴團隊的票房反應熱烈 揚威海外 Bily巴啦 我就想向貴團隊 去爭取一個合理的版權使用費 他覺得就是 最初你拍一部電影 我不知道你的電影怎麼樣的時候 是的 你就隨便吧 說三萬三萬 三萬三萬 喂 你現在不是呀 你現在台灣上映 Facing國際 蔡英文也幫你share你的post 是的 你現在 喂你呀 什麼揚威海外 那我覺得 我要再有合理的介紹 這些人呢 這些人就是正契的 這些人是正契弟 你當初賣了一個價錢 就是賣了一個價錢 等於我幫你拍一個廣告 你是多少錢 我是多少錢我就收你的多少錢 沒理由說等待你遲些發財 我再收你多一點 但我可以 因為我還沒開家 除非你好像我那樣 還沒談 除非找到一個好像我那樣 這樣就行了 大家怎麼說怎麼好 是不是 但你不是因為你已經開了價錢 別人已經開了價錢 然後我假設你們大家有一定的共識 然後你說 我覺得現在我想要一個更合理的價錢 喂 你媽啊 你之前不知道別人發不發的時候 就什麼價錢都合理 現在你看到別人發了 你覺得別人發了 你覺得別人發了 你就覺得 喂 我要一個更合理的價錢 那怎麼才是合理呢 你這套戲賺多少錢 我要三個百分比 其實很誇張 三個百分比 你配樂而已 是啊 配樂 你配樂而已 神經病 你哪位啊 你哪位啊 我真是九石羊 問一下九石羊 版本龍一 問一下他們有沒有這樣收過 我真的沒有聽過 神經病 喂 你哪位啊 你別說什麼 演員 演員都看你的卡 我現在在商現上 現在就是以商業為例 喂 分成 你知道什麼級數的人才可以分成嗎 就是你 就是你 製作人 不是 就是 就是 荷里活有荷里活的計法 但是那些 非星國際的那些 紅星 就是譬如以香港為例 嗯 以香港為例 我覺得香港的 拍電影 說最旺的時候 能夠談分成的演員 我想 香港不等會超過十個 哦 喂 演員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是 演員都最重要的 就是你拍電影 有一段時間是想演員的 嗯 演員都分不分 演員都不是每個人談分成 是 就是譬如 主創單位 我想香港地 就是只是說香港這個地方 嗯 我想香港地能夠去談分成的導演 我想 我想都是 其實應該都是沒有 其實應該沒有人會談分成 要不就是導演本身投資了 是 他本身是投資者 因為通常就是 要不就是 如果 如果導演 他要不就是做監製 嗯 變成一個投資者 是 變成為投資者之一 就可能會 就是香港沒有這支歌仔唱的 是 就是說你想分 你想分你投資點進來 這樣 但是你說有沒有人分成呢 也有的 我熟悉一點的範疇 全香港做編劇可以談分成 只有兩個人 是 一個就是韋家暉 一個就是陳慶佳 哇 就從來都沒有了 是 就是去到這麼主創的單位 其實就是數一數 就是編劇我肯定是只有兩個 嗯 導演我不肯定 可能只有一個 可能只有幾個 演員都很少 是 那 但是你說去到 哇 去到配樂 啊 而且 據我所知 我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據大家所說 就是說 只是片尾出出 只是片尾出一個 出一個MV 叫做收尾 是 啊 這樣你分成這部電影 其實這些甚至乎 不算是配樂 其實 只不過是他的首歌 在一部電影出現 是啊 是啊 他只不過是在一部電影出現 是啊 哇 那我真的挺大咬的 是啊 很誇張 我覺得 那真是私自開大口 那真是私自開大口 就是 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喂 那時候 那時候不是我說的 李家超先生 是那些黃絲說的 那時候那些黃絲又說這首是國歌 是啊 又說什麼是香港見國的國歌 是啊 那些國歌那麼屎繪的嗎 哈哈 那些國歌的團隊那麼屎繪的嗎 是啊 那麼屎繪的嗎 那麼屎繪都不止 還要老套 是 老套 你不單是屎繪 你說 你一來就 你一來就擺明就是 喂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當日大家又說這個是社運歌曲 就是兩件事 無論這首歌 兩個都是作品 是 一個就是那首歌 一個就是那套戲 那套紀錄片 是 大家都是 要來就是說 喂 要來就是去幫運動的嘛 是啊 要來去推廣運動的嘛 是啊 推廣革命的嘛 原來你是打算賺錢的嗎 哈哈 如果你是打算賺錢 那麼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不知道何君堯 還是有些建制派 有些藍絲 就是拿榮光這首歌的音樂 來做一個撐景板的 是啊 好像是 那時候乾脆賣給別人就算了 是啊 乾脆賣給別人嘛 對不對 屌你 沒有這些 是 你算也不要緊 你算 還要是 還要是 嚴少 不是 你嚴少 你一開始就嚴少 是啊 你嚴少你一開始就跟你說 三萬元太少了 嗯 三萬元太少了 我不賣了 你一開始就這樣說 不是啊 他不是啊 他是三萬元原本OK 見你這麼好收的時候 就不如分我三個百分比 那樣 啊 你一開始說三個百分比 又沒有問題 你又沒有這麼醜醜 是啊 你一開始跟別人談三個百分比 是啊 哈哈 睡慢一點就好啊 OK啊 這陣子也很棒啊 哈哈 你現在就發了 哈哈 哈哈 你 喂 不是啊 是啊 自己發達嗎 毒食爛肥啊 哈哈 嘩 整個李兆基那樣 哈哈 你老闆 好像放在盆桿 是啊 整個李兆基那樣 這麼固惑 不可以 不可以 還有另一件事情 就是 我不是幫誰說話 是 我不是幫誰說話 而是 你現在這樣搞 雖然知道 這個DGX團隊 就是這個 袁榮光歸香港 這些創作人 主創人 據我所知 全部是去打國際線的 哦 是啊 全部都不是香港的 全部都不是香港的 我也有想過 為什麼這麼夠薑 走出來 搞什麼 但是周冠威是去香港的 啊 時代革命紀錄片的導演 他是在香港的 他是在香港的 他是在香港的嗎 他是 他一直都沒有離開過 哦 他之前有接受訪問 也有說過他不想離開香港 是的 他一直都在香港 雖然這部電影沒辦法在香港上 這部電影 他已經是 扔了出去 還有那時候 周冠威有說過 他是賣斷了這部電影的版權 那部電影不關他的事 哦 然後在外面 一直在報 是的 但是他現在也走出來澄清這件事 哦 然後你就在追他 就在搞他 就在說 他事實上有沒有賣斷 我不知道 可能當時想和這部電影撇清關係 或者希望 無論他在香港遇到什麼狀況 都不會影響到這部電影的播放 可能是這樣的意思 嗯 嗯 好 然後 然後 你們一群人 一群人 一群人都走了 一群人都不在香港 然後你就把一個在香港的人 是 然後你就 跟所有打國際線的人一樣 是 你要求香港 你間中香港賺到錢的人 要來養你 嗯 要來養你 我屌你 我屌你 所以這件事就是 跟昨晚說的事情 都一樣 做什麼都好 尤其是跟你說 做生意的事情 什麼都好 記住一件事情 記住什麼 記住什麼 所以你買不到教訓 什麼 什麼 記住不要跟黃絲有瓜葛 哦 哦 沒有 一向都沒有 你真的不可以跟他們有任何瓜葛 Respect 是啊 Respect就可以 你不可以跟他們有任何瓜葛 你知道嗎 好 你無論是買他的東西 用他的東西 是的 譬如說頂手這樣 頂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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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店 頂手黃店是沒有好下場的 你有沒有留意 是 每間頂手黃店都很糟糕 是啊 沒有一個頂手黃店不糟糕的 所以 想在香港 即未來這個風高浪急的環境 什麼東西都 你如果想 想 想 即你還想 賺錢 還想平平安安 所有這些黃色的東西 黃店類的東西 是 你們做得合作也好 賣東西給你也好 頂手也好 或者你叫他頂手也好 什麼東西都好 千萬不要碰 嗯 千萬不要碰 沒錯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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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忌王 忌王 終於收到課金了 是啊 終於收到課金了 感謝 多謝 看看課金 先看課金 看看課金 是 敬而遠之 沒錯 敬而遠之 respect 在收400元課金 我200元 長笛卡有100元 感謝 多謝 我200元 去義時使用消費券 請大鏗好好照顧他們 對 很照顧他們 對 有100元就是去 是給阿Ken的 就是去義血洗光消費券 就是對錢最好的照顧 對 非常正確 莊智恩也有100元 就是去義血洗光消費券 就是對錢最好的照顧 非常正確 正確 明天就開張了 明天就開張了 明天12點 就開始復活消費周 希望大家都來復活消費 好 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休息一休息 看完節目記得Like Comment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易血時報》